歡迎大家收聽 收睇 議會內外 我是劉慧卿 今天我的嘉賓是大專講師李嘉豪 嘉豪 多謝你 我是 卿姐 我要先恭喜你 恭喜我什麼呢 有什麼值得恭喜呢 當然恭喜 你今天搞到西環都很頭痕 昨天 什麼事 說政制事務委員會立法會裡面 你選副主席 主席輸給譚耀宗 有兩個人 賭歌 有人拿去照廢 西環這樣搞 輸少當贏 卿姐 也恭喜 有人支持我 我當然是多謝他 我以為你說我贏了 輸了也恭喜 這個就是香港的生態 輸少當贏 不是什麼生不生態 你議立法會裡面 怎麼會有人這樣賭歌支持你 都會有些風險 會給西環賬費 喂喂喂 那你又看漏了些東西 怎樣呢 你知不知道我今屆 再選做財務委員會主席 我知 這個就不是賭歌 全部都支持了 因為沒有人出來跟我爭 但聽說上 喂 大哥 那做誰 黃怡雲那邊有面子跟你爭 那又有第二個 你整個立法會六十個人 我知道 但上次黃怡雲打算贏 大排現職 變了解圍走 之後也很慢 死不死 所以沒有人跟你爭一件事 但你跟譚耀宗戀 這個擺明就有機會沒有 但是沒有人想過 副主席跟你爭何忠泰 這樣搞一搞 都有兩席賭歌給你 這些不是說得少 其實心會不會開心 這些輸少當贏的 我又從來不會輸少當贏 總之有同事支持我 我是感謝他的 其實這次我沒有做到遊說 反而財委會我都做足了 因為這次我知道是絕望 為甚麼是絕望工程 因為我知道是林瑞麟發工 就是這個所謂政制內地事務局局長 他一定絕對 半條生路都不給我 林瑞麟 我知道你就是這樣的人 豈有此理 最好你們就是上來這個節目 跟我辯論一下 所以那幫人 如果政府一吹雞 就全部都離開了 這樣就死都不給了 所以我也沒有遊說 因為其實同事支持了我做財委會 我也很感謝他們 那個我真的問過很多個 非泛民的議員 很多個都說有機會支持我 那我很感謝他們 後來沒有人出來 那就自動當選 我7月已經說過 家豪你知道嗎 當我們在休會的時候 我說我10月會再選財委會 我當時已經鼓勵 副主席劉秀成議員 我說你出來選吧 你叫我出來選 我說當然 他說為甚麼你叫我出來選 我說無敵是最寂寞 你真的很壞 這個是7月說的 弟弟不是現在說的 我不是說 只是在那裡很壞 我這個人你會知道 你找人陪跑不是壞 不是陪跑 我的人是很喜歡競爭的 越劇烈越好 不是今時今日才說 我91年出來參選 那時候你出了小一點 那時候我已經說 我說我希望 很多人會出來選 我也都呼籲過那些想選的 來新界東選 那些人說 為甚麼你叫那麼多人來新界東選 我說我想給我的選民 有最充裕的選擇 大家打一輪 混戰 給那些選民去選 所以無論我在地區的選舉 或者來到立法會 一個這麼小的委員會選舉 我都是喜歡競爭的 但是你越多競爭都會流行 你上次立法會差一點 都問不問 那次我再跟你說 有幾個人名單 那些票到處放 這些大家是接受的 這樣呢 因為可能我低調一點 所以呢 那個民調那裡都說 我的票低一點 這樣就有些人就說 全世界都做的 做甚麼 就去告急 那些人都隨街逃 都在說給所有人聽 嚇得每個人都瘋了 很多人都說 輕車就行了 沒有問題 我後來都發現 他說你告急 那些票就會扯回來 我相信有一些效應 但我是明白 因為我們這麼多張名單 我們都想多些議員進去 所以雖然在那些競選論壇 田北俊還好 我都不用怎麼說 劉慧卿我給你一點時間 你這麼低你都很危 我給你呼籲選民支持你 我當然要多謝他 給我時間 但是我跟選民說 我說是 有些調查說我們 是低一點 有些危機 我希望大家支持我們 但不是說支持我 我說你支持泛民主派 我們有五張名單 我希望 我們五個都可以當選 我是這麼說的 因為有些人告急的時候 就算不告急 全投我這個 每個人都這麼說 傅仔 兄姐可以了 全投給傅仔 傅仔 傅仔 又長毛 什麼人都這麼說 這個就是我的風格 阿豪仔 但是很危啊 兄姐 這個就是我人的風格 所以我的風格是二十年三十年不變的 一 我對我的選民有信心 我也不想做 因為如果我真的到處去叫 告急啊 發瘋啊 你一扯了票 你拿多了之餘 你又未必幫到第二個 排第二那個 但是可能有些人中招 你看回以前的選舉都出現這些 所以我當時出現的 我是批評一些人 我當時批評得的人 當發生在我身上的時候 我就不會說 發生在我身上又不是啦 我不是這樣的人 所以你的誠信 一點一點累積回來 所以今時今日楊森 你嘗試他告急 沒有人相信他了 所以 你都不算了 你不要說他了 傅仔 我要說一句 就是有些事情都要幫幫忙 你這次的人現在這樣賭歌 支持你兩票 但是將來西環常找人召費 什麼時候呢 你看看不職都可以抽證到 所以有些人說 喂 是 我覺得對 所以你這裏說 如果我們秘書長 吳文華在這裏聽著 昨天我提議的時候 林大輝議員都馬上同意 有什麼理由寫不職 其實這個是很慌 全世界投票都是吸引的 可以抽證到的 那時候有些最少都是寫個剔 不是 這個就是寫了名字 第一次你知道嗎 2004年那次真是驚天動地 那次選財委會主席 我就沒有想著我會選到的 但是為什麼我要去選呢 因為我沒有理由 讓你王儀宏自動當選 泛民那些都說 不要搞 我說什麼不搞啊 我說怎麼會不讓他 那就去了 但是有兩個議員不在 一個叫梁耀忠 一個叫李柱銘 連出席都沒有出席 那時候我們25個人 少了兩票 那我就選了 但是呢 我還有30票 不知道29還是30票 那次最均動 那次真是精彩召費 那曾鈺誠 你知道嗎 當時曾鈺誠 他還沒做主席 所以說就會看到 那時候會被讀 那 droite這個政策 在一個議員 也就是說 特區政府 在這次的局面 很震驚 為什麼會震驚 因為失控 所以你講得對 其實這次 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要控制 但是那時候我也說了 那時候就不要寫名 因為為什麼呢 那時有些議員馬上走去,豈有處理,誰給了6票,劉慧卿,好,我們又去看看那些名字,看看那些票 因為既然有粉絲支持你,你就保護一下他們,你做些方法 所以我就馬上打電話給當時的秘書長馮在祥,我說Ricky,我的票在哪裏,他不知道在哪裏,扔在一個桂桶 我說你坐著他,不准有人來查票,因為一查票就看到那些筆記,很離譜 他現在就即時撤毀,但是我覺得不夠的,我做完這個節目,我都要告訴胡文華 一定要以後吸引,踢都不行,你知不知道區議會選舉,現在就轉了吸引 那時踢都說在那裏都可以出個股額,你知不知道,那些股額就很厲害,那些是賄選來的 譬如說你叫我投你什麼票,我收了你10萬元或者收了你100萬元 譬如說大哥,我怎知道我有沒有投你呢 那他的安排就在那裏,不知怎麽樣有一個勾引 因為你去看他怎樣票的嘛,你是監票人嘛 每張票你會看到的嘛 那時候你就會看到,這個人,我給了他50萬,那他真的要投你 因為今早早,我已經,飲茶已經聽人說了,已經說了,究竟哪兩個建制派對劉慧卿有好感 有好感啊 已經在說這個問題了,這真是好東西 是呀,在這裏停一會兒回來再談談,誰對我有好感啊 好alan哈哈 好 各位 請你 謝謝